地震后花莲食材业损失严重 十字中心出股损失达10亿元 盼中央能够帮助业者渡过难关 而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 经济部长王美花 今天也到了工业区视察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将从花东基金提拨20亿元 以补贴还款利息 美伦光华工业区是花莲食材业集中地点 受0403大地震影响灾情惨重 实施中心统计出股损失大约达10亿元 大概受损 如果以大一次厂来讲 受损大概都破千万 那比较小的二次加工厂 大概都用百万剂 有的甚至估到500万 那我们出股整个的工业区 因为还没有详细的一个判断 那整个出股 刚刚的理事长有大概报告 大概是上看有大概10亿左右 还有周边等等 大概10亿的一个金额的一个损失 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 和经济部长王美花 特别到工业区视察 和业者讨论中央能够协助的地方 有一些介绍说长期来讲 因为这不只是公务门 你还涉及到民间的保险公司 这些愿意承保的诱因的问题 确实如果可以有一些现代化 然后同时你们刚刚也提到 另外的这个节能减碳 等等的这些作为 一些整个产业继续升级 跟提升的作为 如果说这些能够在这一次的困境当中 我们同时让自己更具任性 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贷款的补贴 那可以这个贷款的21十倍 就可以到200亿 那会有这个中小企业这边 会有利息的补贴 那现在的大概是 用这样的一个补贴的话 比如说银行最高只能到2.75 那这个政府会补贴你们1.75 所以你们大概自己 只要付1%的利息 王美花指出要从花东基金提拨 20亿元给业者贷款补贴 20亿元的十倍可以贷到200亿 银行利率最高到2.75 政府补贴1.75 业者只要负担1% 而电费也可以比照0206地震予以减免 大华联新闻华联士报道